香嫩多汁的牛排飄来阵阵香气 想吃这道美食不用掏钱 餐厅大手笔送牛排 只要在母亲节档期来内用 就免费帮你加菜 疫情爆发母亲节大餐定位 取消了一半以上 餐厅自救纷纷改推外带 万联猪脚街大门口排了长城人龙 民众庆祝佳节 几乎都是外带猪脚回家孝敬妈妈 电家抱怨内用业绩少了五成 只能仰赖外带订单 疫情严峻民众不敢往外跑 知名景点也显得冷清 没看错路港老街 人潮比平日更少 三轮车业者大叹 一星期只赚了八百块钱 餐厅小吃店也直呼 简直是空城 这连南陀河欢山 五岭停车场 四处都有车位可停 民众惊讶地说竟然没塞车 怎么说 平常这边应该没有停车位 前进农场人潮往年母亲节 约有一万人次 今年仅仅两千五百人次 只有四分之一 走到哪都是小猫两三只 另外国道车潮也明显锐减 疫情升温冲击出游意愿 记者综合报导